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能如此把国资重器与机甲模型还有动漫作品组合起来 不单只还原了外形还能变形 除了可以吸引更多的人关注航空产业 还可以进一步的激发民族自豪感和爱国意识 卖它就是为国充值 玩个玩具还能够悟出如此高洁的情操 不愧是我呀 以前只有国外有变形金刚高达的形象 现在我大天朝也有机甲的证据实锤了 事不宜迟 我们赶紧来看看这一款 G20黑伞的战机模型数字到底如何吧 和此方面 峰会上直观地展现出了机器人的造型 以及战斗机的形态 让人对它的变身方式充满着期待呀 logo的话呢 使用的是充满国风的毛笔字体 看似简单粗暴的包装 却并不简单 打开峰会之后啊 里面竟然是一本画册 有无天余上2035漫画的部分内容 以及世界观 还有就是一些人物机体设定的介绍 但话说啊 这个设计呢是真的加分啊 作为何控的我呢 有多了一个理由要完好无损的 将它八脚尖尖的收藏起来 盒子背面呢还有一些内构的呈现 打开盒子就能够看到战机的全貌啦 然后呢还配备了一把电磁冲锋枪 一个底座 一个支架 还有就是一本说明书 不过我车车是谁 要说明书干嘛 战机模式全长25cm 涂装采用了写实风格 全身上下呢都有大量的合金 ABS P2M材质 机头下方的光学吊舱 通过电镀透明零件的方式呢 完全模拟了真实光学吊舱 工作时的那个光泽和质感啊 这个细节呢是真心炸 做舱盖呢看似岩丝合缝啊 却可以从后方打开哦 那驾驶舱内部的话呢就只有一个座椅和用透明件代替的颜色屏 毕竟啊 G20座舱内部细节是秘 总不能在一个玩具上面给的阿赞是吧 国家机密这种东西 岂能随意外咯 而且啊 比例确实有点太小了啊 即使刻画的话呢 也没有办法完全塞入真机架舱一般密密麻麻的细节 然后呢 就是驾驶舱盖有黑线涂装的内部强化框架 和透明刻线的弹射导爆锁 刻画的话呢 还是非常到位的 那左右机翼上的灯呢 是用不同的颜色做了涂装区分啊 旁边呢 还能隐隐约约的看到印有图案 那通过紫外线灯照射 就可以发现这个啊 是三级部的logo 那作为航空工业部的前身啊 这个logo呢 就是最好的血统证明啦 机头和机翼边缘呢 有一些黑色的小标记 看起来像是 禁止站立与触碰的警示logo 图形的话呢 是脚印和手套的形状上面打了个X 据说啊 这是我军合色呢 接下来就到了重头戏啦 动摇申请切换到战斗形态 应该从哪里下手好呢 首先剥开侧面的一块机甲 反转机身 把两侧的小翼打开30度折叠 然后将这里打开翻转 来到喷漆口尾部旁边的后尾翼 直接旋转100度 截开尾部的卡扣 就可以打开整个机体啦 然后呢 再把整体往后一拉 fly回到机头 将整个部分向上提拉 然后再将小翼往外拉后旋转90度 翻转机身 打开这个底部的两个卡扣 再将两侧连同小翼都旋转90度 就可以把机身里面的小手扣出来了 那到位完成之后 锁好卡扣位置 再调整一下角度 手臂的部分呢 就基本完成啦 然后呢 我们再将小翼调整一下角度 腾出空间给机头做变形 那按照说明书折叠几个关节呢 就可以看到黑散的头部啦 这么帅的机子配这个头 有点一点也难进咯 非要说话呢 就有一点VAM加8两斤的感觉 不给人打到我们的顶台的吗 身体部分的变形呢 也非常的巧妙 将主机翼整片掀起 把这个内狗往里推 记住哦 一定要推到位 不然就没有办法扣紧了 然后再锁好卡扣 然后再这样子 再这样子 再这样子 这样子这样子 哎 身形就出来了 帅气的上半身 牛逼的我 接下来就是九九的部分啦 来几个艰难的瑜伽动作啊 首先将两腿分开 然后掰起一块 不可描述的部位 松开卡扣之后呢 就可以弯曲膝盖 再将波伦盖往下移拉 调整角度 打开小腿盖 就可以看到暗藏在里面的脚部了 那固定好之后呢 两边的小翼造型啊 再旋转90度 然后再疯狂的扭来扭去 整个腿部就出来啦 下半身的瑜伽课程 也就到此结束啦 那我们最后的话呢 再来一个整体的放松 舒展舒展翅膀 调整一下角度 整个变形就完成了 是不是很简单呢 嗯 很简单 嗯 不过啊 变身之后的黑散造型呢 就渐仁渐智了 也许啊 是为了优先兼顾战机形态的造型 所采取的妥协设计啊 尽管它全身关节采用的都是高精度 合金压柱柱造 再加上厚重的漆面涂装 把玩手感呢 无话可说 不过啊 就是这个脸呢 我是真的有点难以接受啊 而且呢 由于变身之后的重型改变了不少啊 稍微有一种头重脚轻的感觉 好在啊通过脚底强有力合金关节支撑 还是能够稳稳站住的 那头部的摆动幅度呢 还是挺理想的 抬头 低头 扭头 都可以非常顺利的完成 肩膀部分呢 稍微挪动一下 肩甲就可以让整个手臂旋转 外台也可以掀起装甲 避免干涉 大臂的扭动和轴关节动作属于常规尺度 手腕只可以简单的左右摆动 那手部呢 虽然说不是独立的手指啊 但是关节还是非常紧致的 配合二段关节可以牢牢的握住武器 那武器上面的细节呢 还是挺丰富的 许多镂空的部分啊 尽管有偷胶的嫌疑 但还是很好的融合进去了 腰部可以左右旋转 但主要变形时 大腿装甲要合拢 否则呢 会造成干涉 那屁股这里啊 抬起肌头 就可以插入底座啦 因为非常的紧实啊 所以不需要插到底 就能够固定了 顺便呢 还能调整前倾的角度哦 那大腿前后踢的幅度呢 能够满足大多数造型 而且啊 这个紧实的齿轮关节 完全不用担心肌无力 膝盖也有齿轮关节 膝甲可以上下调整位置来配合体态 或者遮盖住穿帮的关节位置 那脚底的前后两爪设计啊 除了可以hold住各种地形以外呢 还能够调整向内翻 来配合腿部张开时候的接地 翅膀部分既可以合拢也可以展开 而且啊 每一片都有独立的关节 调整一下角度 就可以获得不同层次的视觉效果哦 那可以说 它除了可以变形以外呢 可动并没有拉下 只是碍于这个脸 嗯 唉 那相比之下呢 我还是会比较喜欢战斗机的形态 所以呢 我还是决定将它变回去吧 正机模式下的起落架收纳与展开呢 多如说明书般上手简单变换 支架部分呢 才好呢也是合金 电磁充锋上的收纳呢 倒是疏乎我意料之外的啊 想要添加上去的话呢 没有说明书 诶 我的说明书呢 嘿嘿 如果没有说明书的话呢 真的有点难以磨锁啊 然后就是这个看似奇梦不扬的支架 它 竟然可以变成五角星的形态 配合上战绩展示啊 竟嫌我大天朝威武之师的霸气啊 那这个设计呢 真的是别出心裁啊 好比加一 那这一款歼20黑散呢 作为官方首款可变模型 在国模圈中一直以来的 期待值呢 还是挺高的啊 当然价值八九百块 软妹币的一款产品呢 可能还是令不少的人忘了却步 不过啊 毕竟是正儿八经的 根据官方原机参数设计 而且啊 还有如此精妙的变形可动 比起一些为了兼顾变形 而虚过外观的一些产品来说啊 设计难度呢 可不是一般的大哦 加上歼20的外观呢 可是有专利的 有着官方背景的授权 那这一种收藏价值呢 可不是一般IP能比的哦 期待以后呢 还能有更多类似的设计产品出现啊 例如可以变形的东风41 那大家觉得这一款歼20的数字如何呢 觉得不错的话 请扣1 觉得还有带改进的话 请扣2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 做视频不容易啊 刚做好的指甲油白花了 大家记得给我 点赞投币加收藏数字三连哦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